亲爱的小朋友 欢迎和丽春老师一起来学习 小杨上山儿童汉语分级读物 第二集 第二册 白云白云飞飞 封面上 这个小姑娘就是白云 她驾着一辆白云马车 在天上飞 下面有河 有山 有树 有房子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白云白云飞飞 涂上有大海 有太阳 白云白云飞飞 小鸟 看我多美 飞上树 飞上山 绿绿的大地 蓝蓝的天 画面里有两个白云小姑娘 左边的白云小姑娘有一头长长的卷发 穿着背带裙 一只手牵着马匠 右边的这个白云姑娘有一头柔顺的长长的直发 她穿着带有褂丝鞭短袖的连衣裙 还有一根飘逆的腰带 她很小心的站得很正 两只手牵着马匠 他们俩好像并不认识 都在朝天上飞 右边的小姑娘刚刚飞过树 飞过山 他们是靠什么来飞的呢 白云是靠风吹动的 你看大风把树都吹歪了 白马风车太快 小心有云飞来 不好不好 大雨下起来 哎呀我们看左上角 这两个白云小姑娘因为飞得太快了 两匹马儿都撞上去了 他们乘坐的都是白马风车 哎呀风车一撞 两朵白云撞在一起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下起了大雨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白云白云哭哭 找妈妈找妈妈 树上草上花儿上 大雨下下下 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白云姑娘身体都变透明了 是的 他们不再是洁白的白云 而是透明的雨水 卷发小姑娘 插着腿 哇哇大哭 流了很多的眼泪 直发的小姑娘 双手捂着脸 呜呜呜 静静地哭 但是也流了很多眼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小姑娘 性格并不一样 但是 他们都落在了地上 变成了雨水 不再是白云了 真是太伤心了 他们要找妈妈 此时 他们变成大雨 落在了山顶上 跳下山 跳下河 去大海 找妈妈 原来他们的妈妈 在大海里面 两个白云姑娘 和山里的瀑布一起 到了河里 然后弯弯沿沿 一直流向了大海 小白云不哭了 快可乐乐回家了 这是大海妈妈 海岸边有珊瑚 有贝壳 沙滩 这是大鲸鱼 海里有各种各样 大大小小的鱼 就有大鲸鱼 他们俩飞奔向妈妈 大海 大海 蓝 蓝 白云与鱼儿一起玩 风而来 鱼儿跳 白云坐上浪花跑 回到家 真是太快乐了 他们自由自在 再也不会伤心难过了 他们两个乘风破浪 就坐在海浪花上 这个剪发姑娘 好像在指着前方 正在指着什么 他们俩笑呵呵的 看来 他们俩现在 已经是共患过苦难的 好朋友了 海面上还有大鱼 和他们一起玩 这个鱼的鱼鳍好大 像是飞鱼一样 左下角一定是一个海豚吧 它没有露出脑袋 但是从它的鱼鳍可以看出来 应该是一个海豚 果然 海面上有一只飞鱼 飞了起来 还有海鸥和他们一起玩 大月亮出来了 小白云睡下了 海浪花笑一笑 大海妈妈抱一抱 天黑了 风平望静 月亮出来了 月亮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旁边有各种各样闪烁的星星 两个白云姑娘 在大海妈妈的怀抱中 安然的入睡 我们可以看到 卷发姑娘 富仰八叉的 睡得可香了 直发姑娘 趴在妈妈的壁弯里 静静的睡着 天蓝蓝 太阳高 小白云 起床了 头起来 手起来 美丽的白云 飞起来 第二天 太阳出来了 温暖的太阳照耀着海平面 我们可以看到 白云姑娘的身体 完全透明了 完全透明了 因为这个时候 它们是海里的一滴水 在太阳的照射下 它们的身体 逐渐变得 暖洋洋的 热乎乎的 逐渐的 它们就可以飞起来了 飞到哪里去呢 而且它们飞起来的时候 身体也变得像洁白的云朵一样了 它们就变成了水蒸气 白云白云飞 飞 飞去山中 遍雨水 白云白云 笑笑 白马风车 快快跑 原来 它们在太阳的照射下 又一次变成了白云 它们又可以驾驶着白马风车 在天上 自由自在的飞翔了 它们要飞到山中 重新开始 它们作为雨水的旅程 而且两个小姑娘 经过这次的经历 也成了好朋友 所以可以看到它们俩 手拉着手 一起飞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一起来玩一下 读后小游戏 下面的句子 你会读了吗 每读对一句 就给它旁边的星星 涂上颜色吧 大雨下起来了 我看到了美丽的白云 小白云找到妈妈了 下图中 云朵 大山 大海 分别是什么颜色的 请把图和表示颜色的汉字连起来 白 白云 山上是绿色的 绿 大海是蓝色的 蓝 故事中 小白云 小白云去过哪些地方 变成过什么呢 我们刚才的迷宫 其实有跟我们说到一些答案 两个白云小姑娘本来在天空中飞呢 后来因为相撞 它们就变成了大雨 来到了山顶 在山上 它们哭了 然后又随着河流流向了大海 在大海里经过太阳的照射 它们又变成水蒸气 回到了蓝天 成为了白云 小朋友 你认为呢 第二集的字表有120个字 下面的红色米字格里 是第二集的字里 用在这本书的汉字 小朋友 你都认识了吗 本色字卡有六个字 河 海 风 雨 绿 蓝 亲爱的小朋友 恭喜你 你自己读完了这本图画书 你获得了小杨上山 分级读物第二集的荣誉证书 还获得了两个大大的赞